大家好,这里是老饭讲故事 这个礼拜比较奇怪 这个礼拜实在没啥好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几天咱们第一天看飞机起飞 看飞机降落 然后第二天看飞机飞走了 第三天看放鞭炮 实在是所有经济上的事情 技术上的事情 互联网上的事情 就没什么故事 或者说就算发生了什么故事 大家也都懒得说什么了 今天我们讲这么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追忆一下 我跟一些台湾人的一些故事 就是我有一些台湾的朋友 有一些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一些事情 讲一下这个 第二个讲一下 我2014年5月17号 第一次去台湾 去台北行 实际上我后面大概还去过 去过大概四五次去台北 但我只去过台北 这是第二个事情 讲一下这个 首先讲第一段 就是我跟一些台湾朋友的故事 今天反正叫这个礼拜 大家都是在关注台湾 中国台湾省 或者是这个应该是政治正确的说法 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 也可以说 我们反正在这里求同存异 今天有很多人说 我要去台湾吃刀销面 这是一个什么梗 以前像百度地图 像高德地图 到台湾的地图就是模糊的 它是没有具体信息的 为什么 大家要知道地图跟导航服务商是两拨人 提供地图服务的人跟提供导航服务的人是两拨人 比如在中国 中国大陆地区 什么叫高德地图是可以自己去提供地图的 它可以采集 可以去编辑地图 甚至可以在地图上造像 它都有权利 中国大概是有六张地图牌照 百度用的是谁的 百度用的叫四维图新的 然后高德的地图 除了给高德自己用 还在谁在用 就是谷歌也用的 谷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地图用的是高德的 然后苹果地图在中国大陆地区用的是高德的 台湾地区我不太确定是谁家提供的服务 但是肯定也是有一个测绘单位 我估计可能也是有牌照 或者不一定 反正我们按照大陆的方式去想 以前 百度地图在台湾地区是不提供这种服务的 他没有买版权 他没有买服务 所以百度地图到了台湾地区的地图都是模糊的 但是今天突然就干了个事情 就是百度地图把台湾的整个省的 整个城市 什么街道 这些建筑物的这些东西都标出来了 他肯定是买了当地的数据了 买了授权了 他就把这东西都标出来了 然后一帮人就出来说 说台湾原来是这样的 特别像台北市 对吧 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地名 是大陆很多城市的地名 其实跟上海似的 上海还有南京路 有什么山东路 有什么这样的路 上海大概我忘了是 东西向的是城市 南北向的是省 大概是这样起的名字 然后台北可能也是有很多城市 这个街道也是用大陆原来的地名来起的街道名 然后看完了以后 感觉无比的亲切 无比的亲切 然后发现上面就有一个地方叫刀削面 它著名这个地方是刀削面 很多大陆的网友看了以后 就突然在吓得发 有一个新梗 叫我要去台北吃刀削面 这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我第一个认识的台湾人 咱们就不提名字了吧 他应该是在199几年 大概是98年99年 我就认识这个人 他是在中国做一个 一种扫描仪的中国代理商 一种高速扫描仪 我记得可能是柯达还是谁的 不是柯达 叫贝林巧 贝林巧扫描仪的中国的代理商 他在中国卖了一个设备 然后我当时跟他有一些业务的往来 这是我见过的 大概真正打交道吃饭聊天的第一个台湾人 你说前面是不是再见过 或者什么的不确定了 然后这个人一个小伙子 岁数也不大 就跟我去聊很多事情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们要去当兵 要去如何如何 当然他去给我讲很多这样的事情了 当时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他娶了一个大陆的太太 很多台湾人到大陆以后会去娶大陆的老婆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手续 对吧 你一个台湾人到大陆来结婚 是一个什么样的手续 他就告诉我说 可麻烦了 对吧 需要做婚检 因为咱们大陆结婚是要做婚检的 然后住到一个什么地方 检了很长时间 然后非常非常认真的去 把他跟他太太都检查了一遍 然后才允许他们结婚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 大陆是这个叫凭证婚姻 而台湾其实是仪式婚姻 就是你只要举办了这个仪式 你才认为你两个人结婚了 就是他也没有地方 去给你开这个证明 说你是不是结过婚 是不是重婚或者什么的 他反正跟咱们不太一样 咱们是凭证婚姻 就扯结婚证 叫结婚 然后我当时正好也快要结婚了 然后就跟我的太太说 我说结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需要做很复杂的检查 然后要检查很长时间 然后甚至可能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检查 结果等轮到我们的时候 发现非常草草的就过去了 然后我太太就问我 说你当时问的什么人 说结婚需要做一个很复杂的婚检 我说我问了个台湾人 我问了个台湾人 然后他说你相当于是中国人当时也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跟外宾结婚了 对吧 当时咱们政治不正确一下 反正你至少不是跟中国大陆人结婚了 我们要进行一个很复杂的质检 检测通过了以后 才能够两个人结婚 然后要把台湾人也进行很复杂的质检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毛病 才可以娶中国大陆的美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跟兄弟认识了以后 就正好赶上2000年 2000年是什么事 陈水扁上台 当时也是很紧张 说台独的人上台了 我就问他 我说第一会不会打起来 我说你担心不担心 对吧 我说你太太是大陆人 你自己是台湾人 我说你担心这件事情吗 他说这有啥好担心的 然后当时我就问的我一愣 我说这为什么不担心呢 你看我们当时陈水扁上台的时候 也是闹得很凶 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理论 他说这样 他说你看 全世界当时是比如说主板 什么键盘 鼠标 然后所有的这些计算机配件 包括显示器什么这些东西 说全世界的这些东西 大概有90%多 都是什么台湾人设计生产 台湾人设计台湾人出资 然后在大陆建工厂来生产 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他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没有的 对吧 你一定要有一旦打仗的东西就没了 这些东西当时 咱们其实大陆当时用的并没有那么多了 当时谁是这些产品的主要的消费者 那是美国人 他说陈水扁他爹就是美国人 他当时他也是 他们当时对台湾人 对台湾的领导人也没有那么尊敬 对吧 反正不是很恭敬 陈水扁他爹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 他不会让你把这些东西都打没了的 对吧 你一旦打仗了 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你在这蹦哒蹦哒 跳吧跳吧 美国人是不管你的 但是你一旦是把这个东西都打没了 工业链打废了 然后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说美国人会当时就去教训他的 这是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对吧 然后他马上会跪地求饶 然后马上就就这个什么了的 这是第一个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去2000年的时候 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 去问了一个台湾同胞 他跟我讲一个故事 他说这个事是不会答起来的 因为两岸的经济往来实在太密切 但是现在其实比那个时候要密切的多的多 对吧 现在甭管是台积电 还是什么所有的这个 全世界的可能设备吧 这个电子设备 大概依然是这样 就是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由台湾人出资 然后呢 在大陆生产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没有的 它不像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似的 对吧 你俄罗斯打乌克兰 最多就是大家没粮食吃了 这个欧洲没有天然气了 欧洲没有这个石油了 或者有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孽呀 或者这种矿产资源搞不定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如果是大陆跟台湾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个就是全世界可能芯片 全世界的主板 全世界的什么手机 全世界的屏幕 全世界的电池 这个事情就都没有了 这个事情呢 是大家是不可承受之重 对吧 就是美国人他也受不了 你说这个欧洲人你没有这个天然气了 没有这个什么了 这个没有石油了 没有煤了 对吧 美国人可以站在那唱高调 但是你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 什么什么芯片呀 什么主板呀 什么电池啊 显示屏幕啊 摄像头啊 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以后 美国人也不干的 对吧 美国人也不干的 这个事是 所以就是彻底打起来 就是在2000年的那个时候 他不信 现在呢 不知道啊 现在不知道 所以他讲的是不可能打起来的 然后第二个呢 我就当时去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说你 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说你是不是认可自己是阎皇子孙啊 是不是认可自己是 这个什么中国人啊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时呢 他跟我讲的是这样的 他说 他说人这个东西啊 他说分男人和女人就好了 对吧 然后剩下的东西 你把它分的那么清楚干嘛呢 对吧 他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个理论 对吧 当然这个只代表他个人啊 我也不代表说我就认可这件事情 对吧 只代表他 就是说他到大陆来做生意 他也没有告诉我说 我就是中国人 我就要怎么怎么样 对吧 他也没有告诉我说 我是台湾人 我要怎么怎么样 他就说你不要把它分的那么清楚 大家一块做生意 一块挣钱 一块把事情搞好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就分男人和女人 对吧 其他的就 就没必要去搞得那么复杂 那么清晰了 跟我讲了这么个故事 我觉得呢 也不能说完全错 对吧 也不能说完全错 就首先我们先把日子过好 对吧 这个其他的事情呢 以后再说 这是他的一个理论吧 其实呢 你放在这个话 放到现在来看 已经政治不正确了 对吧 凭什么只有男人和女人啊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我生理是男人 自己感觉是女人 然后生理是女人 自己感觉是男人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性别 现在 现在只分男人和女人 已经政治不够正确了 对吧 所以这个 还是有这个 更奇怪的一些现象发生了 当然了 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他当兵的故事 对吧 这个 但是他好像是火箭兵 还是什么 从那以后 从他见了他以后 然后跟他成为了朋友以后 我就学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每次见到台湾男生 第一件事情就问 说你原来当的什么兵啊 对吧 然后那个 有一些什么这样的故事 可以给我们讲吗 对吧 这个 然后大家就可以 很快的拉近距离 而且很多台湾人 就是特别男生呢 凑在一起 大家就会坐下来聊 你原来是当的什么兵啊 我原来当的什么兵啊 然后呢 你们那个部队里 有什么故事啊 我那个部队里 有什么故事啊 对吧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会会说出来 对吧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然后后来呢 大概到 2000几年啊 然后我进了一家台湾企业 去上班 叫台湾红光扫描仪 是也是做这种高速扫描仪 但是他呢 做的是一分钟 60页以下的啊 就是比较慢速的这种高速扫描仪 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呢 是叫Avision 大概是叫这么一个名字 到这个公司 我是他北京办事处的经理 是我第一次啊 加入台湾企业去上班 然后呢 我就发现 台湾企业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很多这个台企 这跟全世界所有的 在中国建的这种企业都不一样 咱们也算台外资企业吧 这个稍微政治不正确一下 对吧 也算台外资企业 怎么不正确呢 怎么不一样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个美国公司 你要在中国去设立一个分公司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去 先设立代表处 然后再怎么去把款打进来 然后再如何如何去做 或者说我在这 是独资公司 还是去做合资公司 对吧 然后不同的公司 有不同的这种叫做管理方式 然后呢 我们买美国的商品 那么我们需要去出口 不是出口 就是需要用美元去买 然后呢 我们这些公司在美国 中国挣了钱以后呢 然后有一部分钱是可以回美国的 有一部分钱回不去 对吧 或者说我要在这边去花美元 花发人民币 比如说我在美国公司 要给我发人民币的时候呢 你还要结汇 就是把这个美元打进来 然后再换成人民币再发给我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但是台湾企业 他就不这么干 台湾企业这帮人干嘛呢 他是拎着现金进来 啊 据说他怎么从香港拎进来 或者怎么啊 通过一个什么方式 对吧 对销呀 还是通过这个叫做地下钱庄啊 咱们就不管了 就是他反正是要拎着现金进来 拎钱进来以后怎么办呢 他会找一个本地的亲戚 啊 或者是同乡 对吧 他有很多这样的同乡 这个因为台湾很多这些人 就是他是当时老奖带着过去的嘛 所以呢 他在国内会有很多很多的同乡 然后呢 他们就会找到这些人 然后让这些人去注册一家完完全全的内资企业 就是完完全全是中国自己的企业 所以他享受所有内资企业的这个待遇 税务啊 或者是什么各种事情都很方便 哎 他虽然我们会给外资企业一些税务上的优惠 但是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要每次把这个钱打回去的时候是很难的 对吧 这个所以他们台台湾人就很很很这个聪明啊 或者说咱们说的不太恭敬就是比较鸡贼 哎 他们都是拎着钱进来 然后在国内呢找到以前的亲戚 对吧 或者说这个这个前面的这种啊 父辈或者是祖辈 然后遗传下来的这些亲戚找到他们 或者找到老乡 然后呢 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企业 当时呢这个外企里头的这种鄙视链啊 是欧美企业歧视日韩企业 然后日韩企业歧视港台企业 为什么呢 在外企业里头啊 这个它是两套这个啊 标准的这个管理方式啊 欧美企业呢 一般是X理论 这个日韩企业呢 是Y理论 差异在哪啊 就是X理论里面呢 是这个叫做啊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你比如说我要给你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好的工作条件 你就会努力去工作 你自然就会发挥出你的创造力来 这是欧美企业做的这个方式 然后呢 这个日韩企业呢 一般玩的是Y理论 Y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人之初性本恶 对吧 这一个人如果你不鞭策他 他就会这个啊 偷懒啊 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啊 日韩企业虽然他会不断的来鞭策你 甚至是说给你呃去去骂人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他也把这个就是你一旦骂了他了 对吧 你就要对他负责任 你就相当于是他爹式的那种 就是你要有这种家长式的管理 对吧 你呃很多的这种关怀或者很多这样的方式呢 你会比这个欧美企业要更更强才行 啊要比欧美企业更强 所以欧美企业就是说我咱们都是平等的啊 我是这个我也不替你负责任 然后呢 但是我给你创造好条件 你就自然好好干活 对吧 他是这样的 这个日韩企业呢 就是说我虽然啊认为你会偷懒啊 我会去鞭策你 但是呢 我会把你所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管得到 然后呢 这个港台企业呢 就属于叫各取其短 就是呢 他一方面的啥也不想管你 另外一方面呢 就上来不停的骂人 对吧 这就是这个 就是各种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异啊 就是当时我在台湾企业里面 但是台湾企业里头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陆人会有天花板 就是你升职到一定状态以后呢 然后你会觉得有一个圈子隔阂着你 然后你再往前去 就是再往上就是台湾人了 对吧 你跟他们之间你混不上去了 就是你没法说 OK我们可以这个升职到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去 这个事干不了 所以我在那大概干了一年吧 就溜出来了 然后呢 台湾企业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很多那种 很高级别的那种工程师 或者可以处理很复杂技术的人呢 他们的学历非常低 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个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当时我们做扫描仪 扫描仪呢 在苏州有个工厂 然后苏州工厂里边负责所有技术的是一个小姑娘 然后那个小姑娘只上过初中还是上过高中 她没有上过大学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来负责整个的这个技术 什么这些东西呢 她说第一个这个技术并没有那么复杂 对吧 你只要把这个零配件装起来 然后哪个东西是什么样的规格 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你说你上过大学还是没有上过大学 没有那么重要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这个人是我的老乡 他是可信的 对吧 否则的话 他会被人挖走 我去雇一个很贵的人 雇一个这个叫做上过大学的人 他就可以逆向工程 可以重新做出我的扫描依赖 对吧 这个是一个风险 第二个他还会被别人挖走 因为别人知道他是一个本科生 是个硕士 是个博士 对吧 那么他没准就可以成为我的竞争对手 但是呢 我去雇一个我的村子里的人 对吧 然后呢 我对这些人呢 进行这种培训 他只需要能够把 按照我的图纸 把工厂里的东西拼好就完了 你让他重新再去设计一个新扫描仪 他也设计不出来了 然后呢 任何人把他挖走了 也都没有用 所以他们会用好多这样的人 这个是很多在国内的这种台资企业里 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现象 反正非常非常神奇 就是说这个属于中国人的小智慧 对吧 他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是这个 这个工资也很低这些人 对吧 而且这些人就是你一旦离开了这个企业以后 就彻底没人认你了 而且他可以进行很好的技术保密 这个就是反正是台湾人的这种 或者我觉得是华人的小聪明 华人的小聪明 然后呢 台湾人还在国内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叫小三遍地 就是他们呢 在这个 基本上就是 以前我那个老板 就是他走到任何一个城市 都会有一个小三在那个里头 对吧 这个就是你到北京了 然后北京有一个女朋友 咱们不叫小三吧 她叫女朋友 在上海 上海有个女朋友 到香港 香港有女朋友 对吧 他正牌的就是太太呢 是在 好像是在美国 还是在台湾 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他反正每个地每个地方都有人 然后呢 就是走到那任何一个地方啊 都会有一个女朋友 当时我记得还有一首歌 就是说这个 香港人说我我到哪都有小三 然后台湾人就笑了 大概是 当时就说这个事情 专门有首歌 这是我在台湾企业里上班的 上了大概一年班吧 然后并没有那么愉快了 但是我觉得也挺可爱的 这些人 他们呢 就是比如说这些台湾人在一起 喝酒聊天吹牛 然后讲大家在怎么地方去当兵 然后什么所有的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他对于像我们这种就是 上过大学 然后有一定的研发管理能力的这些人来说呢 其实他有一定的防备心理 这是第二段经历 第三段经历呢 是这个 我去来 后来去这个Bowland的上班 这个 就是做开发工具 什么Darfe CiBuilder JBuilder 在Bowland的上班 然后呢 那个里头有一个工程师 叫李维 可以说他的名字 因为他现在还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 叫Gordon Lee 是个台湾人 他还写了很多书 就是跟Darfe 跟什么技术有关的书 如果这里有老工程师的话 可能能够看过他的书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是个外省人 台湾人是分本省人外省人 这外省人呢 就是你不会讲台语 对吧 他只会讲这个叫国语 他呢 就遇到什么问题呢 他就只能是在台湾上完大学以后呢 就跑到美国去上研究所 但是他要先到台湾 把兵当完 然后呢 他再到美国去上研究所 然后呢 上完研究所 就是他们只要咱们叫硕士 他们叫研究所 上完了以后呢 他只能去这个外企上班 为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去台资企业 就是本土企业去上班 这方是用闽南话 或者用台语来开会的 他听不懂 然后也没法跟他们去交流和沟通 他就是你说 他上街上去 这个买菜 吃东西 或者说讨价还价 这个事可以 但是呢 你开很复杂的会 他是开不了的 其实像这个 咱们比如说 很多大陆的人 跑到新加坡去开公司 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雇当地的人 然后去开会的时候 发现当地人就听不懂 因为他们那个中文 只限于 可能日常生活交流 然后你去跟他讲很多的 这个专业术语的时候 他就听不明白了 对吧 就是特别像我们讲互联网黑话的时候 完全听不明白 所以他就是 只能是在这个 外企来上班 就是他说台湾的这种 外省人子弟的这种 工程师 就基本上都是到美国公司去上班 或者到干脆就到美国去上班 或者就到美国公司去上班 对吧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呢 这个 他说他就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说台湾的很小 人也比较少 然后呢 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学习也好 人也好 这个转型非常快 但是你一旦转型了以后呢 就是原来的那个技术就断档了 举一个什么案例呢 就是他说台湾人呢 一开始发现 软件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东西 对吧 大家都要去学软件 学软件成为软件工程师呢 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前途的事情 所以一帮人都去学软件 然后呢 等这帮人学完软件以后呢 发现 哎呀不行 这个学软件的人太多了 而且呢 这个 中国大陆的人开始学软件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 咱们肯定有的是程序员和工程师嘛 对吧 说这个事没有优势了 对吧 这个学软件这个事已经正不出起来了 就所有人都去学硬件 那么台湾的这些软件工程师就 很多人就岁数很大了 就是说他就中间发生断档 而且很多软件工 这个公司里边就缺软件工程师 缺码工程师了 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工程师 咱们其实大陆是有大量的工程师了 就程序员这件事情 任何国家说缺程序员 你到中国大陆来找 有的是 我告诉你 中国大陆能够输出的程序员 可能比很多国家的人口数 都多 这个咱们讲的稍微远一点 然后呢 这些台湾人就开始去学硬件 什么集成 不是集成电路 就是这种电路设计 什么这个电路的各种 什么其他这样的事情 他们去学这玩去了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前途的 很有发展方向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所有的台湾人 都去学这个东西 因为他就这么些大学 然后你想他一共两千三百万人 能有多少大学生吗 那么中国人又是这种 叫唯一路径正确的一个民族 对吧 我们发现这有风口 就都充了一张猪去 就都去学硬件 然后又学了一批以后 后来发现 这个硬件这个事又不行了 这个事又搞不定了 那都去学什么 都去学芯片 对吧 大家都去学集成电路 都去学芯片 现在的台湾人 很多是 现在好像稍微平衡一点了 因为我后来 2014年15年 在去的时候 他们相对平衡一些了 但是反正每一样的人都不多 因为他实在人少 他没办法 所以现在 就是大量的这种芯片人才 都是台湾人出来的 国内想学 但是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说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说你大陆能干的事情 我就不干了 对吧 然后你们就去干去 然后我们会不停的去找 怎么去寻找一个最优解 就是说用哪里的人 跟哪里的人结合在一起 然后拼成一个团队 然后可以最高效的去生产 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们会去搞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跟李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 台湾人相对来说 就是他技术很好 人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从大面上来说 就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 都是好人 都是好人 但是他也有他的这种 就是让你觉得又可爱又可恨的地方 就这些人都很抠门 对吧 就是像我们大陆人经常讲那种 就是导国人的那种心态 就是他每一样的资源都很少 所以他们做很多事情精打细算 对吧 这个会会有一些这个差异性的东西 这是跟李维的沟通 然后再往后呢 大概是到盛大 我在盛大创新院呢 做电子书啊 做手机啊 做这些东西 那么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就一定是大量的台湾工程师加入 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公司里头 有极多极多的台湾同事 就是当时你只要是做智能硬件 做设备 做这些事情 你是离不开这些台湾工程师了 就是叫台湾硬件工程师啊 一堆一堆的 然后呢 他们在什么芯片呀 手机呀 这块就非常非常强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会做的 就是啊 做得很好 但是呢 他在这个里头呢 就会让你看到两样东西啊 一个东西呢 叫做工匠精神啊 他们会为了很多那种啊 非常非常小细节的那种改进而感到激动 这个就是工匠精神要去啊 干的事情 对吧 他就是说哎 我去啊把这个榔头挫的稍微有一个小圆角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钉子翘起来 然后他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 对吧 他会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这个就是台湾工程师有很很强的这种工匠精神 就是他会为啊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小细节的这种改进而感到激动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规范 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按照规范来做 如果不规范了就肯定有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是最讨厌规范的 就是每个事情就是规范就是用来打破的 就是经常是搞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事情啊 搞这样一个神奇的事情 有大量台湾工程师 而且呢 这个你雇佣台湾工程师来做这个硬件设计了以后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说我现在需要做一个设备 说我这个设备需要用电子纸 需要用什么WiFi模块 需要用什么这个东西 他会快速的找到这个我的台湾老乡 我台湾老乡的兄弟 我原来部队里的朋友 然后我以前的同事 我原来的同学 他会快速的找到这些人 然后给你找到所有的供应链周边 然后呢 你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 你所需要的这个硬件拼起来 对吧 而且做各种测试 做各种东西 你都会可以快速的找到他们来 说我现在需要赦点账啊 或者需要搞点什么这样的事情啊 他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供应链组织在一起 对这个回头 我过几天会放一个视频 专门来讲这个事情 就是中国制造的这个供应链 到底是怎么组织的 为什么中国制造 比全世界的其他制造都厉害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见过一个什么呢 台湾的一个项目啊 台湾的一个项目 它呢是做什么呢 做这个叫手机签名解锁 什么意思 咱们现在手机解锁 就是你要么指纹啊 要么是按密码 要么是人脸 对吧 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奇怪的技术 就是你这样拿着一个手机啊 拿着一个手机呢 在天上这么画一个名字啊 做一个签名下来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锁解开 然后那个他就觉得 这个东西实在太棒了 然后实在太厉害了 然后我们看了以后呢 也确确实实很厉害 那个技术 就是一点的这个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你拿三五个摄像头拍照 拍完了以后呢 然后你再去这个 说我想把这个密码重复出来 根本就重复不出来 你说我拿多少录像去 去这个看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想再把这个密码重复出来 重复不出来 这个是没法弄的 而且另外什么呢 就是这个你每一个人 就是你照自己的名字去签 然后都能解锁 就是正确率极高 然后基本上没法模仿 后来但是我没有用那个技术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麻烦了 因为我们每天给手机解锁 是需要解很多次的 对吧 可能需要解几百次 这个你要每次让他做一次 这个的话受不了 但是他这个技术 其实可以用在这 比如说一些比较银行转账 或者什么 这个里头还是可以用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但是台湾人觉得 这个好棒好棒好棒 对吧 这个是台湾工匠 然后呢 我还有一次是跟一个真正的台湾老板去聊天 对吧 他给了我一个教育 就是爱美特 爱美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 对吧 他就是一般咱们他做两种东西 一个是电风扇 另外一个东西是电暖气 他们就做这两种东西 然后呢 我当时是在做投资 然后在深圳走访所有这些硬件厂商 或者是一种设备厂商 因为当时要做智能硬件 然后我就走到爱美特 然后一个台湾的算是大姐吧 来接待我 请我吃顿饭 然后他就跟我聊 他说当时跟我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说你看中国所有的家电 这么多家电品牌 对吧 他说每一次一定要有一个创新的技术发生 才会立起一个新品牌 他说你看九阳是因为有豆浆机 对吧 利人是因为有电饼称 格兰士是因为有微波炉 就是你不可能说因为智能 对吧 因为原来这个微波炉变智能了 然后你可以立出一个新品牌来 这事是不可能的 对吧 这是他当时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当然现在呢 就是至少在当时这个事是对的 现在在慢慢的在发生变化 慢慢的在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 就是像小米这样的 对吧 他说慢慢的 他但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他可以形成一个新品牌 就是他什么都做的不好 但是他可以形成一个新品牌 但是小米也有做的好东西 小米就是手机做的还可以 然后跟台湾的一些基金打交道 台湾的基金 因为我原来做投资 做这种基金 也跟台湾的一些本地基金 打过一些交道 台湾基金跟我们大陆的基金 有一个特别本质的区别 大陆的基金玩的叫击鼓传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投天使轮 然后后面一个人投这个叫做什么呢 投这个叫做A轮 然后投B轮投C轮 然后上市上完市以后再去这个叫什么呢 再去这个割韭菜 对吧 它是这样的一个击鼓传花的玩法 但是台湾的基金投资呢 它不是这么玩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台湾股市非常的不发达 很多的就是它流动性也不大 你一个公司在台湾股市上市了以后呢 这个你也没法割韭菜 因为它可能整个的管理也比较严格 不像咱们似的可以随便割韭菜 经常是一个基金投了一个案子以后 这个案子马上就要盈利 或者说你投完了以后 它就要直接去盈利 像我们可能不是投完天使 它是亏损的 投完A还是亏损的 然后到B的时候呢 它可能能够说验证商业模型 对吧 A的时候可能都是零收入 对吧 B的时候可以验证商业模型 到C的时候可能能有盈利 甚至说 有些像咱们上什么滴滴啊 什么这种大的那种企业 你一直到上市都是亏损的 对吧 但是在台湾就不行 你就必须是要盈利 就老老实实做这个生意 你就必须盈利 我投完了以后 可能它很多的公司 就是我投一轮 然后就盈利了 就上市了 或者说我就如何如何了 就直接退出了 甚至有好多他也退不出来 我就成为你的一个 长期的股东 你给我分红 对吧 就是很多的台湾基金是这么干 就是他们 会比咱们这边的基金 要更老实一些 更老实一些 因为他的市场也比较小 其实像刚才我讲到的 这种分ABCD轮的这种投资 只有两个地方有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然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 像我也遇到过印尼的投资 遇到过欧洲的投资 遇到过非洲的基金 基本上都是跟台湾基金 是一个路数的 都是一把搞定 然后投进去 你就要给我挣钱 对吧 你没法有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不是那种几股传花的玩法 这是台湾的基金 然后台湾的互联网 是肯定跟咱们就更不一样了 因为为什么 大陆一开始自己是有十几亿人口 对吧 十四亿人口 所以你有大量的用户 你有各种东西可以玩 他2300万人就没什么可玩了 后来我们还出海 面向全世界50几亿人一起玩 对吧 然后台湾人也没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 你说我2300万人 我应该第一个想的出海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出海一定是你在一个地方活不下去了 你才想出海 台湾虽然只有2300万人 但是他的付费能力很强 广告也很贵 所以他那的这些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项目呢 就是他自己在那就能吃饱 他也长不大 但是我在那就可以吃饱 他也没有这种出海的动力 在国内这些出海的厂商 都是被打出去的 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才出海 以后咱们专门找一期节目 来讲出海的故事 那个是我大概最值钱的一个故事 我以前最辉煌的历史 是讲出海故事 讲了大概20多个小时 然后呢 直接是给我的基金 募了大概3000万人民币回来 对吧 这个是以前我的最辉煌战绩 等以后等哪天我开心了 然后我跟大家讲这个最值钱故事 OK 台湾的互联网 就是他们大概 我当时我是2014年去台湾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APP是订票 就是你订电影票 订什么话剧票 订什么演出票 是这样的一个APP 大概也就只有几百万的一个日货 不是这个叫什么 不是互联网 就是它的APP 就是移动互联网 最大的一个就是订票 而订票这个东西 还特别有趣 怎么个有趣法呢 就是它是 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咱们在大陆去买电影票 一定是比如说正常卖一百 我通过团购去买是50 是这样是打折的 然后台湾是反过来的 比如正常买一百 你通过这个订票网站去买是150 他说后来我说为什么 你们疯了吗 他说你看 我电影院都可以塞满人 就是从来都是坐无虚习的 对吧 那么你通过这个订票网站去买 他还提供了服务了 你还可以不用去排队 对吧 你当然要付服务费了 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理论 像咱们是因为盖了太多的电影院 这个电影院平时是空的 对吧 所以他就会说 我平时是一百 然后你用这个订票软件去买 是50就可以进来 所以他跟咱们是 跟大陆地区 是完完全全两个相反的商业逻辑 对吧 他不会说我再去订一堆的 盖一堆电影院 然后所有电影院都吃不饱 然后大家再去内卷 对吧 人家说我就需要这么多电影院 再盖多一个 这个电影院就坐不满了 我就不盖了 我就盖的这么多就可以了 那么他还买订影票的时候 就要给了一个订票网站要交钱 对吧 你不要到本地去排队 然后你可以提前挑座位 你要付服务费 这个是台湾互联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 好 这个是我的台湾的一些朋友 对吧 好